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首先的話底部比較簡單 所以你會翻十五 六十二十五畫起來 然後這邊可以畫一條幅度線 或者你只用追蹤也可以啦 往上追蹤 追蹤或者畫一條線都可以 你如果畫一條線 那這個就會有個端點 就是這邊的幾個圓或弧的中心點 有沒有 七十 然後呢 你就可以畫出總共的一個 一個兩個三個 其實你可以畫三個圓 畫完之後 我們再逐步來把它裁掉 那實際上你會發現這邊有十二 二十四就是十二 分別有三個圓 畫三個圓之後的話 然後呢 再處理什麼 處理這一塊 這一塊呢 它有個角度二十 也就是說呢 你這個角度部分 你可以用極坐標 極坐標來處理 然後呢 轉一個角度之後 你可以極坐標每十度好了 每十度設為一個基準 然後轉過來之後 你會發現 如果這個是九十度的話 那九十度有沒有 那左右各二十度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轉過去這邊就是這個角度應該多少 就是七十度嘛 對不對 那這個角度多少 九十加二十 一百一 那你就轉過來之後 那把這個線段畫出來之後 再把其他線段刪掉 那這個部分就做出來 那最後呢 這邊多一個有沒有 這邊要什麼 這邊有一個 這個就比較困難一點點 這個部分呢 特別注意啊 就是說 我有個切邊 然後呢 也有個切點 我會希望怎麼樣呢 做一個什麼 切 如果可以切切半的話 畫出這個地方 就比較不會問題 可是問題來 它不是一個 它這邊有個切邊 可是加一個切點 切邊加切點的話 那我們就有一個方式 你可以把它當個公式 就是在切點上面畫 兩倍的這個 這個是五十嘛 你畫這個 這個五十 半徑五十兩倍 就是一百的一個圓 然後呢 就會形成第二個切邊 你可以把它當公式 就是 如果你有個切邊 另外一個切點 這個切點 我要形成 一定有切切半嘛 你不可能切經過點 要經過邊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當公式 你可以把這個半徑 再乘上二 直接以這個切點當中心點 就會形成一個 第二個切邊 然後就可以切到這邊 那為什麼會這樣 等一下畫的會比較具體 用講的可能 這個沒辦法很明確的 這個陳述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也先試試看 把其他部分先畫出來 等一下我來看 我畫 可能比較難的地方 應該在這裡 切邊切點 OK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接下來 這地方底部畫出來之後 十五六十二十五 再來的話畫圓 那圓是在這個中心點上面 所以你可以用追蹤 追蹤的話 七十 enter一下 他就會追蹤到七十 你也可以不用畫線 畫一條線 到時候要刪除 那分別把那個半徑二十五 然後再空白鍵一下 在裡面的話 還有什麼 十七 再空白鍵一下 然後再畫一個十二 分別把這三個圓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呢 我們先處理裡面的部分 我們用那個極坐標裡面 每十度好了 十度當成一個基準 然後畫一個線 從中心點 上去先九十 八十七十 七十過來之後有沒有 然後畫一條線 空白鍵結束 再空白鍵 等於空白鍵兩下 一樣 找到一百億的時候 往一百億的方向 這邊跑跑跑 一百億的點一下 空白鍵結束 再用修剪 空白鍵 把這邊修剪掉 修剪掉 修剪掉 這裡面的部分就完成了 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處理 切邊 切點 那我剛剛講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呢 要有一個切邊 如果剛好有有第二個切邊 那就比較好辦 切切半就做出來 可是這一點 這個只有一個切點怎麼辦 記得 那個把那個半徑 我們半徑五十 記得在這個切點上面 畫那個五十兩倍多少 一百 一百對不對 五十一百 然後呢 你可以發現 這個時候呢 就會產生第二個切邊 怎麼說呢 因為呢 我們的半徑為五十的話 切有沒有 那為什麼會比這個中心點 因為 它的這個圓 五十的直徑有沒有 就是一百的什麼 半徑 所以畫過來有沒有 剛剛好 就會有個什麼 切邊產生了 所以你畫出來有沒有 剛剛好 這個五十的直徑 就是一百的半徑 所以一定會產生一個切邊 了解這個意思吧 那我們要畫 這個地方 如果說我今天用什麼 繪製裡面的圓裡面的切切半 特別注意哦 你切的時候你不要亂選 一定要選到經過這邊的 因為我要切的是經過這邊 所以你就選這一個圓的左下部 然後跟這個圓的這個應該也是左上 點一下 然後半徑給它五十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很神奇吧 剛剛好切出來 就會是在什麼 這個的切 切點上面有沒有 切點上面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中心點 到它這個圓的地方 剛剛好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半徑 也是 這個裡面的圓的直徑 所以這個方式的話 你們可以把它當一個公式 以後 如果你有一個切邊跟切點 切點的中心點 畫了兩倍的半徑的圓 就會形成第二個這個切邊了 那切邊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什麼 把這個大圓給刪除掉了 然後呢 再怎麼樣呢 修剪 空白一鍵一下 把這邊多出來的 delete的掉之後 這樣用鏡射對不對 選它 空白一鍵一下 然後以中心點往下拉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這個圖形 再修剪一下 空白一鍵 這個圖形 就大功告成 所以這一題 最難的地方在這裡 切點 這個的兩倍 兩倍 OK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他哦 招待